所以大家比如說有些什麼 趁沒什麼人 就是人思小問 有什麼想問呢 都不妨這段時間 比如說有些女粉 就是Ricky 就是多一句 暗戀了Ricky一段時間 而又想表白 而又不想在這麼多人的面前表白的話 這段時間是非常之合適的 但是如果 你呢 向你表白那怎麼辦呢 棍的跟我死開 女的其實沒什麼所謂 我的人是 那就是 你又沒有女朋友 是不是 又膽小 對 我又不懂得跟 信得過的人分享 所以都可以的 勉勉強強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 有師兄問了 看了阿蘇卡沒有 看了 看了 有沒有發表 我先說 我都看了 我覺得很奇怪 很銀眼 因為導演 也不是新導演 導演和監製 是一向的 他不是第一次《造星戰》的片集 但很奇怪 這套阿蘇卡 我明顯是慢一點的 自走 他不是 他是剪接的那套慢了 就是譬如我們平時拍 就是平時的劇 你看慣 你說句對白 我說句對白 我說句對白 這樣 原來是正在製作人說 Granlow 不是 團員很多 但是不要開名 就說拍得很一般 但是我們從一個普通粉絲來看 我們覺得 很滿足 另一個老粉絲 就覺得 他拍得有我們當年小時候看 在《星戰》那種大型電影的戲 你看《Bogo Pogo Effect》 就是我用愛培家的感覺 一條村裏面 有一班人在打打殺殺 即是他的世界宏大一點 對 其實《Andor》也是 《Andor》再電影感強一點 這套就沒有《Andor》拍得那麼好 但是就 所以 交到差 有一兩集是差一點的 我覺得 有一集 就零碎好的 就是《Anakin》出現那一集 《Anakin Scaraka》 即是叫做 不知如何我會走出來 即是他跌了海 跟師傅見面 其實他是很刻意安排了幾個經典場面 例如《Chrome Wall》 我看了一些小道消息 他原本是想 第二個場景來更加出名 他就改了《Chrome Wall》裡面 《Anakin》帶著《Asuka打》 其實原本他拍了另一幕 那一幕就更加多爭議性 那為什麼呢 因為是一些舊料來的 但是 就可能真的爭議性問題 但我忘了問他 不好意思 那他就用了 但是你會發覺 《Anakin》在那一集 出現了兩三個場景 他又用《Dark Raider》 用一個老 即是 應該去支援 被奧貝奔 就是 廢了武功之後 那個年紀 但是正常行走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 年輕的《Anakin》 他是三個樣子 是《Chrome Wall》 他是三個發言家 最初出來那個年輕的 是短一點 是老一點 有些老一點 有些嫩一點 很清潔的樣子 就是他最初帶著《Asuka》出來威 即是《Dark Raider》 有一個就是 他已經變成《Dark Raider》 好像幽靈的方式出現 是 但是就變成一個帥哥的樣子 原來這件事 那些粉絲是很喜歡的 當然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升至硬的粉絲 但是我覺得這次 真的是幫這個 做《Anakin》的演員 大平反 對 那個《Hayden》 不知道是什麼《Hayden》 你知道這個演員 其實他是聲雲一般 是的 但是他的材料是很好 但是你這次看回他 其實他演戲是很好 身高一百幾十 還有他沒有劍 因為他年紀都不小了 應該是 四十歲 還有你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你看看他做 真的得罪了一句 《Asuka》也不是 《Asuka》那個演員 動作真的很不行 而且跑進去令他吸氣 他真的很不行 我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因為這個演員 我一向都有看過那些戲 他是做一些小 他早期都是做一些 演藝戲 做一些凝女 因為他是客人 但是又美女 他以前也是做一些 在《Sun Dance》 會看到的那些東西 我也挺喜歡他 但是他可能年紀大了 是的 那今次這個選角 為什麼會選他呢 因為他是很適合 我們這一代的宅男 因為我們宅男 通常都會看過他的戲 他是一個宅男女神 當時的宅男女神 但是呢 今次呢 他年紀大了 他真的大了 他人比較腫腫了 而且你看到很多場戲 因為他這齣戲 他要做一個絕尼武士 是要做到好像有一點裝飾 是 因為他年紀 他要做一個是一個Master 是 他很多時候呢 有些叉手 我不知道是一套氣服還是 他人真的肥 為什麼呢 他叉不到手 我經常看到他 我經常都放在那裡 很尷尬 是就這樣叉 是就這樣叉 他不知怎樣 因為可能 他不想夾架 但已經有兩種叉快 我經常看到他叉就這樣放在那裡 我可怕他累了 他就這樣叉 很尷尬 其實這個不是叉手 很尷尬 其實有些叉手是這樣的 是 有些人比較身材 或者叫靈魂一點 就可以夾架底 還有就是所有動作場面 一到他的時候就很覺 他真的動不了 他真的踢 他跟我的幅度差不多 所以呢 為什麼他選了另外兩個女角呢 就是原因 因為Asuka的年紀真的不小 所以他找一個 這個原因是對的 但他馬上就找了Subrim Rain 一個年輕美女 以及另一個 那個將軍 那個將軍 假設他也是三十年 其實他不是有三十多 但他也沒有動作場 你知道那兩個女演員 拿了很多粉絲嗎 那個女演員 Subrim Rain 一班粉絲 我其中一個 另外那個將軍 就是那兩個 那個都出了很久 但是OK 那個是戴哈第四集 John McClane Bruce Veris 的女 是嗎 或者如果你們有看 他已經做了很多戲 他是二十三門入面 OB1 即是年輕版OB1的演員 她的老婆 他本來有另一個老婆 認識她之後 就沒有了那個老婆 現在這個是老婆 認識了 因為粉絲呢 就是很差勁的 可能你未必知道 就是聖線粉絲才知道 他們喜歡她的Heap 你也要留意 你留意她的戲 為什麼 跟回原設嗎 我不知道 他是拍著她的背部 我有留意 那些粉絲就覺得很漂亮 是不是今天公佈了 開台前出她 出得很好 對 他也有拍的Heap 粉絲就是喜歡她的Heap 就是她的Heap 所以那兩個女角 是搶了很多分 我覺得這套她的Casting 是有些準備的 因為Asuka真的吸引不了難粉絲 所以就做了兩個美女 我覺得而已 我又不覺得 你這個是一個很準確的推測 還有你有沒有看過這段影片 那些聖線粉絲看著Annecada出 簡直是她鋪了三個衣服 哇哇哇哇 她真的在這套戲裡面 真的很帥 就是這個男演員 她做得很好 就是以前的人說笑她 不知道演戲 是 我這次覺得她真的 可能有比較 有過歷練 覺得她這套戲裡面的主角 她做得最好 有歷練的人就 還有她應該都四十幾歲 但是她做年輕版的時候 你不覺得她是老太 雖然有一個超特技 但是那些舉動 身形 就是你知道 好像我們這些年紀大 這些位置 好什麼的 她不是 她還很硬 還有她武器劍上來的劍花 真的耍得很厲害 這些人不用替身好了 好 以世人來說就OK 其實那個劍花 我沒有記錯 沒有當劍花 好 好 稍後玩什麼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